大家好,刚刚看到了主持人白延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谈到 中国现在有月薪超过3000的人已经达到了4亿人之多 并声称这些人已经进入到了中等收入人群 今晚当时的另外一位专家还在一旁解释到 这群人的收入还是比较脆弱的 但是白延松所下的这一结论即月收入3000的人 已经进入到了中等收入人群 并且这一群人已经达到了4亿人之多 这一种说法和定义 早使要人惊掉了下巴 下面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主持人白延松 是怎么样进行这一段描述的 如果要按国家统计局月收入3000来计算的话 咱们中等这个收入人群已经是4个亿了 可是好多人都拒绝进入 说我不是中等收入人群 中等收入群体我们已经超过4亿了 里面大部分还是刚刚卖过中等收入的门槛 所以这部分群体呢还是比较脆弱的 它还要考虑子女的教育 医疗养老不大敢消费 的确啊,他的这一段描述 立即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人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第一就是月收入3000元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中等收入的人群 第二就是中等收入的标准究竟是多少 是谁制定的 第三就是中国已经有了4亿中等收入人群的话 那么还有人已经统计出来 中国月收入低于2000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64亿人 而且据胡运排行榜啊 他也做了一个统计 也就是说在中国有600万资产的家庭啊 达到了518万户 简单讲呢 如果每一户有三个人的话 那么就有1500万人达到了600万人以上 而且从中国公开的人口统计的总数啊 也才只有14亿人左右 那么这些数据加起来 我怎么感觉有点对不上了呢 但是我今天呢所要关注的重点呢 并不是想去追究中等收入的人数究竟有多少 而是想看一看呢 如何我们去看待中等收入这个标准 即什么样的收入才算是中等收入标准 我呢大概查了一下 中国的确有一个专业的报告 他指出啊 中等收入的标准家庭是年收入10万到50万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标准家庭的人口是三个人的话 那么呢的确也就是在年收入3到15万左右 平均下来呢也就是3000元以上 另外呢世界银行也搞了一个中等收入的标准 这个标准呢大约也就是每个人月收入在3000到3万元之间 如此说来啊表面上看白岩生讲的这个标准呢是基本符合的 也就是说所谓中国人定义的中等收入标准和世界银行的标准也是基本吻合的 这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统计数据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感受是否吻合 真的是无独有偶啊 我记得前几天呢在证券时报上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要为上证指数证明 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很让人费解的问题 即美国127年的股指增长了5% 而中国30年的股指却增长了10% 结论是中国股市是美国股市增长的两倍 但是这一结论呢几乎让所有的股民难以接受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与现实情况不符啊 由于时间标准不同 得出的结论呢自然荒唐 由此可见呢 中国和世界银行的标准 虽然制定出来啊 与我们所说的内容大致相同 但这里啊就有一个现实问题 也就是说它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 标准差和欲望差 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啊 我认为至少要涉及到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是住房问题 第二就是教育问题 第三呢就是医疗问题 第四啊就是婚姻问题 第五呢就是生活出行问题 因为我们所讲到的中等收入啊 它起码要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人口中啊 占中位水平以上 那么这样的人群呢 我认为至少要在六七亿左右 大家想一想 在中国现有的生活水平范围内 如果三千元每个月的话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覆盖住 我们的住房教育 医疗婚姻和生活呢 从一些实际的情况来看啊 我个人认为如果月收入达到三千元以上的每一个人 这样的人群呢 顶多只能算一个伪中等收入者 我个人的判断呢 如果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话 那么这样呢只存在于三个群体 即农村以及四县城市以下的某一类人群 第二呢就是城市中的贫困人口 第三呢就是老弱病残家庭 当今社会啊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呢 把中国的一些数据 与美国的数据相比较 那么今天呢 我也顺便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对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 到底定的是多少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美国2021年的家庭收入的中位数 是七万美元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啊 美国家庭的收入在四万七到十四万之间的 美国家庭被定义为中产阶级 如果把它折算成人民币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 最低收入啊 是三十三万 最高收入呢 大概在一百万 这就是美国人的中产家庭的收入标准 说到这里啊 人们不禁要问 美国有那么多的流浪汉 有那么多的贫困者 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制定的呢 这里啊 我先说一下 2023年美国联邦贫费线的标准 即美国本土单人家庭的标准呢 如果是一年低于一万四千五百八十美元的话 即每个月低于一千两百一十五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的话 就是八千五百元的话 那么这个人呢 就属于贫困人口 其中呢 家里每增加一个人 就增加五千一百四十美元 如果说四口人家的那贫困标准呢 那就是三万美元 这里边呢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和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 他们之间的区别又是多少呢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 也就是说 在美国啊 贫困线以下的人群 和中等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别 非常非常的小 这呢 也就是为什么 美国有那么多贫困人口的原因 其实啊 如果你一旦进入到了 美国联邦贫困线以下 你所得到的福利 可就不是你的中等收入水平 所能同而而与的 我给大家列举一下 如果你是贫困收入水平 你会得到哪些政府福利呢 第一就是医疗白卡全部免费 第二呢 就是你可以得到粮食券 第三呢 就是你可以得到红狼卡的补助 第四呢 就是你可以获得母婴儿童营养补助 第五呢 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在学校免费午餐 第六呢 就是儿童医疗保健 以及每个月所获得的国家福利补贴 至于那些临时性的 像疫情期间的补贴呀 通常呢 都不会列入其中 我说这些数据的目的呀 并不是比较中国与美国中等收入的福利问题 而是说呀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其实啊 在制定中等收入标准的时候啊 其实表面上看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呀 在中国可能很多人呢 比较重视自己是否进入到了中等收入人群 但是在美国呀 却恰恰相反 因为所谓美国人是否进入中等收入这个人群呢 其实是一个虚拟的 是一个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标志 而能否进入到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这呢 才是衡量每个人的重要标志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 它应该花出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财富 更多的资源 应该集中起来 去帮助那些贫困线以下的人群 而不是啊 去天天讲究 你是否进入到了中等收入人群 总之啊 我想通过白岩松所说的 中国中等收入这个标准和人数 得出如下四个结论 第一呢 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啊 太关注中等收入这个标准和人群 第二就是 我们要更多的关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 这个人群呢 才是值得我们关心的重点 第三就是啊 国家和社会应该更加科学和规范的制定贫困线标准 让更多的人能够安稳的生活 第四就是啊 更多的中高等收入的人群 应该为低收入人群做一些救助和慈善工作 好吧 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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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